各位觀眾又到了我們VSP會客室時間 今天請來的來賓非常大咖 是中華隊隊長等級的球員 讓我們歡迎目前效率CBA 廣州龍師的陳英俊 阿俊歡迎你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英俊 OK 好說起我跟阿俊的淵源 我這邊一定要好好自吹自擂一下 因為阿俊真的算是我少數 真的國內目前一線的頂尖球員來講 從小看他打球長大 大概我從他能人家商的時候 高一的時候就已經採訪過你 所以我一直很欣賞一個部分 就是說從高中畢業之後 你選擇的路就跟人家不太一樣 是等於高中畢業之後去美國念書 美國念書之後 最後又直接去CBA打籃球 其實跟國內的一般球員 是比較不一樣的一個發展 那你是怎麼看待這個 自我挑戰這個部分 我覺得可能在高中畢業 甚至是以前還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懷抱著夢想吧 因為就是身為球員 然後當時年紀也還輕 所以就是想要挑戰自己看看 然後希望說自己能夠走到外面去看看 其他的世界 然後去挑戰更高的一個層級 所以我當時就是懷抱著算是遠大的一個夢想吧 就是給自己一個機會去試試看這樣 那你也確實很勇於的抓住了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而且我覺得目前的發展也是算非常的理想 而且在CBA其實大家也都是表現勇目共睹 尤其一轉眼你在CBA打五年了 尤其今年表現更可以說是爆炸性的成長 你覺得關鍵大概會是在哪裡 我覺得當然隨著自己年齡的成長 然後場上經驗的累積 然後跟隊友之間的默契 跟教練之間的磨合 我覺得都有幫助我在這一條路 然後就是自己的表現上有 那這樣子的表現 我覺得大家都有幫助到我吧 那當然自己也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 去努力增強自己不管是自己的身體 或是場上的技術層面上 就是也付出了蠻多的時間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當然跟著時間的 慢慢的年齡的成長嘛 然後就是讓自己經驗累積更多 在場上面對對手的防守 或是場上一些情況 知道要怎麼樣去做預判去判斷這樣子 那其實我剛才講到 你在CK已經一轉眼打了五年 有沒有比較特別印象深刻的一場比賽 我覺得應該會是今年的季後賽吧 因為其實今年來說 不管是隊伍 對我們的俱樂部 我覺得都有很大的一個進步吧 然後也是我們也創造了很多紀錄 就是進入到季後賽 然後拿下季後賽場次的勝利 我覺得這對我們俱樂部 也是一個不錯的里程碑吧 但當然只是一個開始 希望說未來有更好的成績 然後讓我們去突破這樣子 確實是如此 而且我覺得你今年的發揮 有一個很大的關鍵是 我覺得你很受到教練的重用 你覺得贏得他的信任的關鍵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場上的角色吧 對 因為我覺得場上的角色 因為自己也是打後衛 那在場上確實教練給我的交代的工作 後衛確實要承擔更多一點的責任 不管是你要組織好團隊 然後去知道在場上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頭腦要總是保持著清醒的 然後是能夠冷靜的 那同時還要兼顧自己的表現 能夠更有侵略性去做一些突破 去做一些判斷來製造自己跟隊友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我還在慢慢的學習 那我們有這麼棒的一個教練團 那我也很幸運能夠遇到郭世強教練 那他也給我很多的信心跟教導吧 就是在場上不管是訓練的時候 或是比賽即時的狀況 我遇到了他都會來告訴我 讓我給我一些經驗的傳承 讓我知道怎麼去面對這樣子 其實從你這個侃侃而談的過程 我可以感受到 你真的對於CBA的了解 已經有非常一定的程度了 那對於一個已經在CBA討生活的球員而已 如果未來還有台灣的年輕球員 也想要去CBA挑戰 你這邊你會想要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嗯 我覺得 嗯 當然 需要自己付出更多的努力吧 就是提升自己 嗯 自己的能力 不管是身體體能力量上面 那當然也是很重要 就是廠商的技術層面 那我覺得這是比較最基本的一個基礎吧 然後再來是如果去有機會到CBA去打球的話 就是也要有適應的能力吧 就是怎麼去跟隊友相處 然後跟隊友教練之間要怎麼去做溝通 達到更好的一些共識 我覺得這都是在場上 你的表現自然會慢慢的變好 因為你跟隊友了解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默契在在場上不斷的溝通 場下訓練比賽的時候 都做很多溝通的話 我覺得也會幫助自己在CBA這個戰場上 能夠更適應這樣子 那當然永遠不能忘的 就是自己要更努力一點去加強自己的能力 嗯 確實是如此 而且我跟很多人有打過CBA的球員其實聊過 就是說往往你其實要贏得的肯定 不見得是對手而已 你甚至要在隊內自己的隊友 或者是教練 你光是要贏得他們的尊重跟肯定 就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一定也會遭遇到一些質疑 或者是冷言冷語 你自己有沒有這樣的經歷呢 我覺得 嗯 就是當初去CBA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比較不熟悉吧 那其實我的個性也是 我話也不多 但是這也是我這幾年 我覺得自己成長不少的地方吧 就是在場上 跟私下跟隊友的相處 那就像俊仁哥剛剛說到 就是溝通上面這個層面 讓隊友怎麼來 隊友教練來信任你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我覺得就是 嗯 讓你如何能夠在場上 在你的隊上生存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那我自己也慢慢的去 讓自己更 去接受自己 可能不習慣的東西 然後去挑戰 去跳脫自己的舒適圈嘛 就讓自己能夠 去多說話 跟多對 跟隊友溝通 然後在場上 也可以 給隊友一些意見 那當然同時我也要接受 他們的意見 然後能夠達成更好的公司這樣 嗯 真的是相當不容易 我們在知道台灣全人要在中國那邊 討生活是非常的辛苦 那在這過程中 包括在美國或者在中國的這些過程 你有沒有特別想家的時候 那如果有一些相仇辦起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什麼方式來自己排解 嗯 我覺得想家肯定會吧 對啊 因為 嗯 就是以前學生時期 那現在職業聯賽 現在是職業權 我覺得都是跟家人 嗯 聚少離多吧 我覺得 這是 總是要犧牲的吧 對啊 我覺得這也是要去 去適應的一個地方 那 嗯 我覺得現在還是處於在一個 挑戰自己一樣 是想要去完成自己夢想的一個階段吧 現在 網路也這麼發達 那 想要 想家的時候 想朋友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可以 很容易的就可以溝通到 就是用手機這樣 所以我覺得平時就用這樣的方式去聯繫 那同時間我也會告訴自己 現在是什麼樣的一個身份 我處在什麼樣的階段 所以 我會比較專注在自己的訓練 跟照顧自己身體 然後我要維持我的籃球生涯 嗯 也難怪你能夠有如此好的表現啊